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5月14日星期六早上时间 早晨早晨 今次有我许散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静向寶 沙冷气 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这几天香港的天气都是大风大雨 不知道大家这几天的早上会不会一起床就看一看 今天究竟是什么雨 应该来说是什么颜色的雨 这一种的天气会持续到星期一 仍然会有雨 休息两天 星期二 星期三 天气会好些 不过去到下个星期尾 四五六 都会看到标志是下雨的 可能你会说 哇 很烦啊 经常下雨又要担遮 到处都是遮 上到的交通工具就湿了 上班又可能塞车 很麻烦啊 大家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 下雨补充水塘的水都是必要的 不要经常想着有水给你用是必然的 当然了 我有钱了 买冬港水就可以了 有时人的事不能自私的 所以下雨也好 太阳也好 太阳也好 生活也要这样去过 想说一些自私的人 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疫情来说 仍然存在 我们看到每天的确诊数字 在香港来计都是三位数字 仍然存在着风险 所以餐厅堂食都是维持着 去到晚上的10点 即是堂食 看到一宗新闻 在昨晚发生的 大概11点多钟 中区警区的特别职务队和附警人员 就在兰桂坊和苏豪区那一带 就巡查 即是逛逛逛逛逛 虽然下雨 湿淋淋 警方的工作仍然是继续的 发现到近住伊利近街 一间餐厅 违规在晚上10点之后 仍然提供堂食 当然了 一检控的话 就是餐厅的负责人 连里面的食客 都会是一网盛琴 一网打尽 那我看一看是什么人马 负责人是一个30岁的 菲律宾籍男子 餐厅方面要背负就当然了 你有很大的责任 为什么你不叫食客好走呢 晚上10点了 够钟了 否则凍个早就很麻烦了 又要罚停赛 餐厅来说 不单只那张存票要钱 罚停赛那一笔是更加大笔 再看看食客是什么料 一共是14男狗女 也有很多人 整个23人了 即是一网盛琴 整个都是违反了599F 委委5000 其中有一个40岁的英籍女子 涉嫌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 亦被带到中区警署再作调查 那一带刚才我说的是伊利近街 那边被称之为 SOHO区 这班人很明显是明知故犯的了 我小时候也有在这些地方 做过这些餐厅的兼职 当时的南桂坊SOHO区 就没有今时今日那么漂亮 不过帮衬的人马都是差不多的了 都会混习了多少这些洋人 再加上一些本地的以为自己很精英的 即是你招呼他 有时说话给他听 有时小声说大声笑 在笑你或者看不起你这种态度 是很多时候都会看到的 有时你问他 那些东西要不要收拾他 那些东西合不合吃 尤其是那些洋人他们 就惯性要开一瓶水 他们就不那么喜欢喝餐厅里面的水 要另外开一瓶 那很多时候 还要觉得自己 懒是八支币 你送了些水来给他 你放下了 好像觉得 什么 你走开了 走开了 你不懂做的 即是那种态度 然后就惊笑你 然后意思就是 我叫一瓶水来 是要你倒给我的 一晚都会遇到不少这些客人 那每晚来计 当然不是说 完全没有价放的 你看得多就大概知道 这一类型的餐厅的客人的嘴唇是怎样的 当然有些可能是 做些什么 银行 ibanker 有这样那样 假装 很多不同这些人 说不上 可能真的 这个 餐厅负责人 有跟他们说过的 可能又是用那种嘴唇 有跟他们说 chill 用不着害怕 就继续在嘻嘻嘻 或者又是那种围在一起 不知道说什么冷笑话 然后哈哈哈哈 在笑他 很可能是这样都不定 那就不理他了 可能你看到一台又是这样 两台又是这样 然后可能其他台 觉得算了 不如一起都是这样 整间餐厅 继续 嘻嘻哈哈 以为 没事 以为自己好型 甚至乎有些 以为自己扔到 车五千元而已嘛 罚不起吗 有些这样的人 我都见过不少的 即是觉得 自己有钱 罚我啊 笨 即是等于那些 周界乱泊车 那就抄了 对不对 即是觉得 你叫他花时间 去找停车场 或者 再花时间 泊在停车场 又要再走过来 餐厅也好 商场也好 之后你再叫我去餐厅 又要走回去停车场 再开走 很辛苦 那你就抄了 你抄了多少张 是不是 就给了 即是他觉得 他走来走去 这么辛苦 影响他的精神状态 喂 只是这个精神状态 都值钱过 这一张的牛肉肝 那可能你会说 车不是强硬些 赶他走 是不是 不行啊 哇 不是不行的 最惨的就是 现在叫互联网的流行 好像餐饮业巨子 那样说 就是怕这些人到时在网络上 就捨臭你 或者说你们的餐厅 食店招呼不好 他又未必说 会在一些社交媒体那样说 就是在facebook 有些群组 这样share 大家斗在那里发 其实这样也够玩 所以有时是很惨的 你说那餐厅就是明知故犯的 是怎么去违法的 但是有时呢 又真是耐他们不何 很惨啊 就是 雅仔食黄年 变了现在呢 他要硬捧这个 罚庭赛了 所以呢 都是 好事来的 起码警方呢 帮手执法 令到这些人呢 就不要那么恶了 在SOHO区这次呢 这些人呢 养了这件事 我想他们 这些牌子都会收敛一些的 因为呢 坏点说一句 不是说 想引起什么种族那方面的 互相的仇视 正所谓呢 他们是 以自由来自居 觉得 什么啊 10点之后 不准吃饭 不准糖食 有没有搞错啊 是不是 最开心的时候 你叫我们走 这是什么法例来的 因为等于呢 以前做餐厅的时候 明明呢 是有禁煙的了 已经 还要呢 违规在这里吃 他们就知道你呢 不会去告他 他觉得呢 来给钱消费呢 是大了的 很多这些人呢 如果不是的话呢 他要发恶啊 或者借家医呢 在这里 推倒一些东西 打烂了一些东西 这样呢 你又要执又要执 又要麻烦 又要影响到呢 那个餐厅里面 再招呼其他人 所以呢 有时有些无賴啊 这些有钱的恶霸 带着一些名标啊 一身漂亮西装啊 带着一堆人来吃东西呢 又好给得起钱啊 就是有时这些 这样的有钱人呢 或者叫做自以为 高人一等的人呢 令到餐厅方面 都真的很难做的啊 我都明白的 有些网友 可能有些听众听到 哇 为什么不赶他走啊 赶他走就可以了 不赶他走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就是呢 不要抹杀 这些麻烦客的问题 有可能呢 真的那个 餐厅负责人呢 同流合污都不行了 不过呢 我觉得呢 这个可能性呢 即使这些是 客人的问题 死了 如果不肯走 难为那个 餐厅的人 哎呀我没吃完啊 你叫我走啊 我投诉你的 即这些嘴唸 或者这些这样的说话 这个可能性呢 我们是 不可以把它抹杀了 这个呢 我说回我自己呢 在这一类的地方 遇到的经验 究竟是怎样的啊 好了 回来说说另一样了 对于呢 这个叫做612 惨无人道支援基金之后呢 然后的风波 还有在那里 那现在说的呢 就是即使呢 这些人 612 他们就付钱 或者叫做资助 张昆阳 这些什么垃圾大专生的 组织呢 就去了 外国不同的地方呢 向衰香港不止 还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呢 说要去 要求这些外国人呢 去帮手制裁香港的官员 而抽出另一个问题就是呢 为什么令到有一帮人 说觉得很害怕呢 那当然是那些黄友啦 那因为了 612的钱从何来呢 那当然不是 何韵思 许宝强 吴海宇 何秀兰 和陈日军自己 掩钱出来 给 张昆阳这些垃圾 划在呢 去唱衰香港 去勾结外国势力的嘛 是有人捐钱给他 他们是拿那些的 众筹也好 捐款也好 扔给这帮人 去做这些行为的嘛 对吧 那当然啦 他们主要来说呢 不是说 付钱呢 这些组织这些团体呢 去做这些东西为主的 那些什么法律支援呀 又说什么医疗呀 什么生活费的支援呀 很多不同的东西 当时还说是生养死葬 甚至乎连家人那方面的 什么搭的士呀 什么都好像是有的 律师费当然是主菜 其他那些都是配菜而已 说给你听呢 他们是包罗万有的 在这个叫抗争里面 方方面面也会有支援 只不过是多与少的意思 你才能够方方面面都吸引到 这些人去付钱你嘛 才会捐钱给你 去做这些抗争事 现在人们就在想 如果他用这些钱 去资助 张昆阳他们做这些行为的话 我捐钱给612 612又再将这些钱给他们 我有没有法律责任呢 或者曾经捐过钱给他们 会不会是违法呢 可能会 清楚一点 因为有一些 叫做 在facebook我们经常都看到 有些人说我捐了钱给你 然后贴回收据 就是那个入数字 有些店铺也说明 今次 易卖行动 就会扣除成本之后 就会将那些费用 得回来的钱 就会捐给612 借这个 来到大家一起 找吃 才叫做黄店 他们那时候 612的网站 都有说过 他们那些款项的范畴是包括资助一个叫基本的法律费 医疗费用 以及根据那些单据实报实销 现在好几位的 法律界人士都有说 怎么看这件事 究竟他们没有违法呢 我们首先讲一讲汤家华 他就说 捐款的人 干犯港区国安法的机会比较小 因为 单纯 香港人捐款给一个机构 就并没有勾结外国势力的嫌疑 而且 国安法 也有指定5种的特定情况 才是触犯到的 认为 单纯香港人捐款 并没有触犯 这5种的情况 所以那些人经常说 什么红线处处 什么很难触摸 其实不是的 湯家华脱口说 都有5种特定情况 他说 如果捐款人 捐款那一刻 知道这个款行 是用在一些 违法的目的 就有机会干犯 这些法例 再讲 612 并不是一个 注册的团体 亦都不需要 发出这个 收据 这个也是他们的聪明之处 为什么 现在 也有起诉他们说 没有去注册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有凭据 就容易追查 但是街站的捐款 追查到的机会 近乎 是零 零蛋的零 现在现任文协的主席 廖成利也说 目前看警方的行动 依然都是依照法例进行的 亦都有 被捕人去保释 但认为 警方应公开更加多的资料 至于 捐款的人会不会受到牵连呢 他说 没问题的 捐钱不是犯法 你捐给 一些慈善机构 他怎样用呢 是那个机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你捐给他 他本来也不是说 用来这样用的 之后 用了一些 奇怪怪的地方 或者违法的地方 这些是另作别论 你捐那一刻 你不知道 甚至乎可以说 我见到陈日君 抱着 捐款箱 那个捐款箱 写着什么 守护公义 捐给钱 不是用来守护公义的吗 原来被张昆阳 他们去做这些勾结外国 我说不太厉害了 那我不知道 你可以这样扭也行 你真的 觉得这样也行 另外有一位大律师 鹿伟雄 他说 案情 就是复杂的 捐款人 或者会有风险 但是市民 就不需要过分忧虑 他也是分析这样说 如果捐款人 捐款那一刻 真诚相信 资金 是用在资助 或者协助 被捕的黑暴友 打官司 之后 他改变了这个 用途 又没有通知捐款人 没办法 所以就不需要太担心 另一位律师 洪运信 他都说 虽然有风险 不过不需要过分担忧 他说 检控过程里面 控方要证明到 捐款人 在捐款那一刻 要知道 这些款项 是用作非法用途 如果612 打正旗号 说自己 是提供 医疗 法律 那些 援助 那不就是无違法 其实很简单 那你们这些人 不是又说 什么违法达意 是吧 又说什么香港人 齐上齐落 那现在呢 个个人 那么害怕 我在那些 黄友群组 都见到 不少这些 说法 很担心 会不会拘捕他 还是怎样的 笑得我肚子都乱了 刚才说了 这些 餐厅的东西 看到一宗都挺搞笑的 我们星期六 轻松一点 说一些 过瘾的新闻 那在某些 Facebook的平台 就贴了一张照片 好搞笑的 那就是 事发 就是关于一家 连锁式的 快餐店 东充分店 就拍到的 我想呢 拍照的人 应该是常客 在这家快餐店 他就在12号 和13号 都有去到 同一间的连锁店 也有留意到 就是 店铺里面 有一个叫做 海南风的套餐 就有 去骨海南鸡煲仔饭 还有去骨海南鸡 连牛丝拌粗 刚才那个煲仔饭 68元 如果那个 加上 Low Chow 即是 计加Low Chow 即是两样东西 60元 那他 第二天去看 为什么突然贵了那么多 昨天卖68元 你今天卖99元 如果Low Chow 也是差不多 原本 卖60元 跟着那天去到 变了88元 他就问 没有搞错 一天 突然加了那么多价 干什么 海鲜价 有些网民估计 挺搞笑的 他说是否两天用的材料不同 一天用冰鸡 一天用了加味鸡 所以要贵一点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你看到他写着的价钱 是这样的 你觉得 哇 那我等他跌下去 不是99元 是68元才吃 看看 之后那天来会不会跌 还是有什么原因要加那么多呢 加价那么多 你就不要吃这个 你就吃第二样 因为我看到他的餐牌 有其他 就没有特别加价 你就吃那些没有加价 总好过你走去付钱的时候 你不要说我要去骨 海南鸡煲仔饭 你看水牌写着68元 但是 他收你的时候就收99元 你说 为什么99元 我贵了 那个牌 update 你说这样 你就有得 双叉 如果不是的话 你没得双叉 他贵了就贵了 那这个是海南鸡 不是海鲜 怎么会海鲜价 那不是这么计算的 是不是 那鸡都可以贵了 那说起加价这方面 见到 电车公司都申请加价 成人票价 打算加到3元 其实 都不是加了很多 因为经常给我的印象 电车 是入2元 那当然 现在大家都用 发达loan 来给多 就可以走 真正入钱 都好笑 其实都是加好笑 加4号 去到3元 如果你真的入钱 我想很多人 都应该是真的入3元 好笑 数点神沙 给他 小童 加多2号 去到过半 虽然说 有时有些人说 去 整个 姜濤 电车 电车 卖广告 连些说 AK猪肉佬 也说 整个价 虽然那么多的 古灵精怪 不过 仍然 收入 乘客量 都在下跌 这些的帮助 都是有限的 加上 营运成本 亦上升了 上年 公司 是转型为规 亏了三球 所以都挺惨 希望真的可以 加上一点 不过如果随着 未来的市场 好一点 应该 搭的人数 都会增加 希望 帮帮手 我想 立法会方面 都不会有什么 阻碍 他们吧 哇 好了 说起这些 经营困难 加价 都应该可以 帮到手 有些人 真的 加什么都没用 那我看到 挺搞笑的 那些 之前 说自己 不努 或者被DQ的 前区议员 个个基本上 都要面对自己 失业之后的问题 因为很多 本身 可能做了 区议员之后 觉得 价格的 叫做 议员仔 或者叫做 社区的影响力 无端端去做 一些牛工吗 在这样的心态下 又或者 那个办事署 又不想说 虚了那个租 要赔赔到 呕 是不是 签了药 那见到 他们很多 办公室 那时候 有些人说 什么影印机 问一下 有没有人顶手 什么宽频 那张药 有没有人顶 很好笑 很多这些 这些 其中有一个 在九龙城区的 前区议员 郭天立 他现在 已经离开了香港 去了BNO组家 这些乞业 其实都挺可怜的 想着自己 可以做区议员 想着 夏卫卫 谁知道 做区议员 不成 还要 搞到自己的 肚子 都臭了 想着 再去BNO组家 可以延续这些 抗争 或者叫做 为社区 为香港人精神 在BNO组家 又条条 小废 不务正业 还想着 搞这些 可以叫做 撈到油水 可以叫做 轻松松 不用怎么做工 就可以有钱贷 这些人 想着 要坐以待币 钱币的币 来继续维生 所以这些人 挺可怜的 议员办事处的斗口 据说 那些助理 拿来做 杂货铺 可能改了一个 文青的名字 又说 买什么香港人东西 什么小店 原来 拌了 只有半年 月底就要 倒閉了 把铺铺交给业主 证明 你们什么黄色经济圈 又说 香港人自救 小铺 又说什么 说到自己很宏大的 希望这个铺 可以 自给自足 等大家上来买东西 跟街坊联系一下 聊聊天 街坊都不理你 合意 甚至乎说到 自给自足之余 可以有钱 能够 赚到 有人工之余 赚到的 还用来服务 街坊 甚至乎 那些钱 可以用来 帮手足 没那么天真 白痴 只是 倒閉 代表什么 死得 弱智 自己也有说 买什么香港生产的 消费品 震兴本土文化 国立天 虽然说人在海外 也有叫街坊继续支持 现在的经济环境 和铺租轨 这些很难做 所以收拾他 之前那个什么 林兆宗宾 也有 把他的铺 改为 买集货铺 这个还短命 三个月就死了 笑死我 所以这些垃圾 没人支持 不要说到自己 香港人三个字 打遍天下无敌手 每个都会来 会去支持 到最后 好像这些什么 郭天立 不知所谓 这些 废柴来的 他们去英国 不知道有什么 不过有些好像跟了 郑文杰去 去 真是 几好笑 这帮人 以为在 英国 继续 社区梦 随着越来越多 香港人过去 搞这些 会有得 继续 真是好 这样 都可以不死 不用做仓 不用做姓 我不知道他们怎样 维生 总之他们 还可以借着这些东西来 找到 然后继续在英国 蹲的 都不得不 写个伏字给他 因为大家都 勤勤狠狠 想想 怎样做好自己的生意 做好自己的工作 或者怎样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不是的 这些不务正业 想着怎么骗骗骗骗 什么为香港人 还用 香港人 或者用抗争 或者用光伏 这些理念 去找到 做好食 而继续可以这样 运运恶恶 可以 维生的 好东西 真是 真是厉害 社会寄生虫 可以做出色的寄生虫 是不是很厉害呢 好了 今次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